HELLO 各位同学好 欢迎收看摩克十几本电学 我是陈振旭老师 在这个单元里面呢 我们要介绍12-2PODG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上面两个单元的范例1跟范例2的心得 那老师为各位同学整理了两个心得 首先第一个心得呢 我们可以验证PODG的结果 单向二线跟单向三线的比较2 那第二个心得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单向三线字 如果是平能负载的话 中性线电流是可以为0的 首先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验证PODG 单向二线字与单向三线字的比较2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PODG的结论 我们PODG有讲过 使用相同负载 相同电源 相同距离 得到相同的负载的消耗功率的话 跟线路损失的话 我们的单向线路的电阻呢 是单向二线字的四倍 可以满足之 或者是呢 我们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呢 就是单向二线的导线截面积是单向三线的四倍 好 那我们用范例1跟范例2来为各位同学讲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各位同学呢 我们在范例1的时候呢 有为各位同学讲解过第三题的部分 线路损失要怎么计算 也就是单向二线字的供电系统上面的两个0.5Ω 上面的线路损失为多少 我们那时候呢 有整理成表格 我们那时候算出来是100W 好 那第四题的部分呢 我们也有计算过RA跟RB的消耗功率为多少 我们那时候计算出来的结果是 PA等于PB等于500W 好 那么我们回顾完范例1的结果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范例2 各位同学还记得吗 我们范例2 我们有计算过第三题 线路的损失的部分 也就是单向三线字 上面三个2Ω上面的线路损失为多少 好 那个时候呢 我们也有整理成表格 我们算出来的线路损失是100W 好 那第四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RA跟RB的消耗功率呢 我们也有把它计算出来整理成表格 我们那时候算出来的结果是 各为500W 好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 相同负载相同电源相同距离 得到相同的负载消耗功率及线路损失 是什么意思 首先呢 什么叫做相同电源呢 相同电源指的就是 它们上面的供电的系统都是110W 相同的负载指的是图1的部分 有两个RA跟RB都是20Ω 以及图2部分的两个RA跟RB也是20Ω 这个叫做相同的负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相同的消耗功率及线路损失 指的就是我们刚刚范例1跟范例2 算出来的PA跟PB都是500W 那线路损失的部分呢 图1的部分加起来是100W 图2的部分三个框框框起来的电阻加起来的 消耗功率也是100W 这个叫做相同的线路损失 好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供电线上面图1部分的供电线的线路内阻是0.5Ω 图2部分的三个供电线上面的内阻是2Ω 也就代表了单向三线制的线路电阻 是单向二线制的线路电阻的四倍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使用相同负载电源及距离 得到相同的负载消耗功率跟线路损失的时候 单向三线的线路电阻 只要是单向二线制的四倍就可以满足之 也就是单向二线制的导线截面积的倍数 是单向三线制的四倍 单向二线制埋的电线的解面积是比单向三线制还要粗的 那接下来老师为各位同学讲解一下第二个心得 单向三线制的平衡负载的中性线电流为0 我们用图2来为各位同学说明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蓝色框框闪烁的部分 RA跟RB都是20Ω 这种情况呢我们叫做平衡的负载 也就是上面装的负载的电阻值大小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在上面一个范例呢 上个单元的范例呢也有为各位同学讲解过VIA的算法 用节点电压法我们可以算出VIA的大小是0 那VIA的大小是0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装上平衡负载造成的 好那各位同学呢我们在左手边的部分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点上面装的一个接地线 这个接地线就是我们的参考点 参考点的电位是0伏特 好那既然VIA是0伏特参考点上面的电压也是0伏特 所以我们依照欧姆定律呢我们可以算出I0是0A 也就是中心线上面的电流是0A 所以依照这个结果哦因为RA等于RB造成VIA是0伏特 然后也造成了I0是0A 所以呢上面既然没有电流流过去 所以呢我们耳后在计算这种单向三线电路的时候 如果负载平衡也就是RA跟RB的大角质是一样的话 我们的中心线是可以拿掉分析的 诶各位同学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像我们上册 学过的惠斯登平衡电桥那种感觉一样 好那我们来进一步说明 什么叫做中心线可以拿掉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图2的2Ω把它打叉 把它转换成图3中心线拿掉的样子 好那变成图3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利用 节点电压法来分析呢 就可以算出I1跟I2的大小是多少 好那依照这个原则呢 老师出个homework给各位同学练习一下 如图所示求I1、I2跟I0 以及第二体的部分线路的损失 那我为各位同学提示一下 这是一个单向三线的供电系统 好其中蓝色框框框起的部分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吗 它其实是一个负载的平衡 好各位同学可以仔细思考 看看为什么它是负载平衡 好那既然它是负载平衡的话呢 我们上面有三个1Ω 就是三个供电线上面的中心线呢 1Ω是可以拿掉的 也就是计算单向三线电路的时候 如果负载平衡中心线是可以拿掉分析的 好所以我们可以把图4转换成图5的样子去计算 那如果变成图5的样子去计算的时候呢 你要算题目给你的一些答案就不是问题了 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好所以呢我们可以把题目呢 改写成图5的样子 中间呢1Ω蓝色闪烁的部分呢 是我们的中心线 这个中心线是可以拿掉的 那老师把参考解答给各位 我们的I1跟I2都是20Ω 我们的中心线电流I0是0 那线路损失的部分呢 我们算出来会是800W 好那各位同学呢 你就可以回去好好思考看看 这个参考解答上面答案是怎么算出来的 可以利用老师给你的技巧 负载平衡中心线的电阻可以拿掉 来做计算跟分析会比较好计算 好那我们这次的课程呢 介绍了两个心得 各位同学一定要好好思考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课程 好谢谢各位